今天課題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叫做 commercialization 技術轉移 新產業出進局一直都是做一些R&D的工作 有些同業人在一起 有些自己研發 有些拿政府Funding 也有些內部有些Funding去做一些研發 研究了回來的結果 有些Solution 或者有些系統 我們都希望能夠讓業界利用到這個 當然我們是一個工人機構 我們有時候研發了一些Solution 或者一些系統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做Mass Production 去賣給 逐個賣給別人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一個模式 就是一個技術轉移 或者是Licensing 一個授權的模式 希望業界可以拿走 我們給了一個權力的時候 他們可以將這件事 用它的Network 或者繼續升級這個Solution 而受惠於其他的企業 我們今天會講幾個關於LED的技術之前 我們就有少少introduction 關於我們生產出產局 給大家知道 很快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生產出產局的定位是什麼 在做Upstream的R&D 大家知道我們會從大學去做 然後香港政府在很多年前 有境及此 我們都支持了幾個R&D Center 有不同的 有些是做製衣業 汽車 有些是做納米 而汽車零部件的中心 都是我們生產出產局的核下 去管核的範圍 到產品開發 製造 或者是如何將這些技術去落地 讓企業或廠家可以用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責任 生產出產局就是 希望去研究一些科技 或者在外面 引進一些科技 進來 或者management model進來 去transfer給業界 例如好像很久以前的 ISO9000 其實都是生產出產局 在很久以前 在外面transfer過來 然後希望業界能夠adapt 我們幫它怎樣adapt 這個就是我們 主要在中間做的部分 當然其他的 我們叫做公營機構 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功能 例如說去到海外市場 如何將你們的生意 帶去海外市場 當然是TDC的工作 還有如果你出口的時候 遇到什麼困難 需要什麼幫助的時候 香港也有一間 我們叫做 香港Export Credit Insurance Company 會幫忙做一些 保險方面的輔助 新生產出產局 主要分開兩個大範疇 去support企業的 第一個在科技方面 好像今天這個 我們R&D的result 其實我們做很多 consultancy and training 在科技方面 譬如說材料方面 自動化環境保護 一些不同的testing 我們都是 offer一些services給業界 在另一邊商 你會見到企業管理 我們會有一些 比較management方面的support 譬如說IP 如何protect自己的IP 我們都有專人 去解釋怎樣 你能夠protect自己的知識產權 還有我們都是幫政府 admin一個IP的grant 的funding 每間機構都有20萬的funding 如果你想拿到IP 我們會幫你做一些IP search 或者發行IP 都有這樣的資助 我們外面 你看到這裡 SME1 中小企業站通 希望提供到業界 有一個資訊的地方 如果你想知道 政府原來有36個 不同的funding 究竟哪個適合你們呢 你可以來這裡找我們的大使 我們會的大使 去解釋給你聽 就你的行業的需要 或者你的行業的 有些start up 有些funding是for start up 有些是給一些比較中型的企業 我們都會recommend一些 對的funding 去apply 其他的管理方面 你見到業務的管理 management IT方面 我們都有我們的service 還有培訓方面 講回這個商品化 剛才我都講過 希望我們能夠把這些技術 轉移給到業界 我們都希望 奉行一個比較公平公開公正的模式 待會我會講 如果大家對 譬如今天 這個LED 這兩個solution 有興趣的時候 都要高呼一個程序 就是你們要填一份意向書 即是說你們有興趣 看看你們有什麼offer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獨立的vetting committee 去做這件事 去Access 究竟能否給你們 折制日期 其實我們年中都有四個折制日期 即是說如果大家 對這些 其實不止這兩個科技 看我們網頁 我們有差不多超過二十幾個科技 我們一路都會更新 因為有些科技 如果是比較久了 我們會 take out 我們有些新的科技 都會繼續添入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 稍後我講 或者有一份表 會填的 這些就是這些個案 曾經成功過 去做license 的個案 有些是儲餘機 有些是化保爐 有些是驗皮膚癌 有些關於material的東西 這些就是成功的個案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要怎麼辦 我們會有一個application form 在網頁上可以下載的 大家可以填寫自己的基本資料 你們的意向的名稱 例如今天 如果你對這個UV LED 有興趣的時候 你填這個名字 以及你屬於是哪個地區 因為其實這個licensing 也是有地區性的 你可以做香港 也可以做國內 但是你要申報 你要告訴你 你是想做哪個地區 有一個licensing的專利 不是專利 就是一個licensing的權限 去推出這件事 你會填寫資料 我們要知道公司的架構 你們的business network 有多strong 因為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有些公司 譬如說 用了我們的solution 是想去賣去其他國家 我們知道你們 究竟有沒有什麼能力 去做這件事 如果需要一些生產的 譬如你買了之後 打算大量生產而賣 當然我們都要知道 究竟你們有沒有生產線 你有沒有什麼能力 我們會做這件事 這些都是我們的vetting committee 會逐條逐條去看 去assess究竟 是否有這個right 讓你做licensing 同樣說過 你們有生產的配套 如果需要的時候 你說會大量生產 我們都知道 你有沒有production line 或者你用哪些人 去幫你做production 我們都會assess 研發的能力 財務狀況 我們都會看看 現在的截止日期 就是12月31日 但是不要緊的 如果大家 現在差不多有放假 有年尾 如果大家在1月2月 進來的時候 我想我們都會assess 跟著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 ongoing process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趕不及的時候 都可以遲一點 10億都可以 好 在這裏想問大家 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關於licensing方面的問題 其實有一些問題都常見 我都說了 有些公司會問 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唯一的licensing 其實是可以 不過通常是少的 通常都是未必做唯一 總之是哪一個 可以的 我其中一個 你給我這個小場 我可以買就行了 因為如果唯一的時候 我們就會assess 可能那個licensing fee 可能相當會比較貴 年期有多長 亦都是不定的 通常我們剛才過去的個案 大約是三年又有 五年又有 通常都是五年內 不會太久 那是不是要一次過付錢呢 這個視乎你的金額 如果你的金額是很小的 比如幾萬元 我想我們都一次性 但如果是幾大的 有些去到五十萬 我們都可以談一下 付款的條例是怎樣 大家可以雙方去 去agree 例如說 有些人說 我可不可以買了你的licensing fee 再找第三者去做 其實沒有說不行 不過一定要跟我們談 跟我們談 這個是case by case 是決定的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將時間交給潘先生 潘先生 有問題 對 對 對 那個是二十幾個 其他那些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你可以按進去看 有些細節的資料 今天只講LED那兩個 是啊 其實 你根本就沒有在一起 你 你 我 我